Number 1 新天龙八部 2013年版天龙八部 是由赖水星担任总导演 钟翰良 金启范 张萌 韩栋 贾青 宗峰炎 张新宇等主演影评 该版天龙八部无论剧情 造型都挺雷的 钟翰良虽演出了萧峰的豪爽大气 但无奈外形太过阴柔 以至于给我感觉差强人意 金启范的段誉不及陈浩鸣 林志颖帅气 但看习惯觉得她挺萌情可爱的 韩栋的虚竹是重版本中颜值最高 不过这版的各个女主演颜值在重版本最低 张萌的王于燕一张苦瓜 别拿理像神仙姐姐 其他几个要么颜值太低 要么造型没人 Number 2 九州海上慕云记是由九州梦工厂 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 曹顿指导 黄轩 窦霄 周易威 徐璐 文永山 张嘉宁 蒋秦勤 王千元 万希主演的东方魔幻剧 影评 剧中可以看到很多国内外优秀电视剧的影子 借借和学习代表有一颗求上进的心 很好 但是在我看来本剧最终剩下的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就只有装枪做事 一面厉害或者自以为厉害的角色太多了 几乎每个男性角色都在装逼都在吹牛 每个人说话都慢有忧 拿枪拿掉 故弄玄虚 再加上斗之斗的并不高明 台词写得是十分糟糕 给人的感觉就只有我说的那四个字 装枪做事 Number 3 被遗弃的秘密 袁明藏心术 是由于正工作室与湖南卫视共同出品的悬疑电视剧 袁英明指导 蒋梦杰 甘婷婷 何盛明 罗进 乔振宇等明星主演影评 剧情看了开头就差不多 能猜对大半了 不到衣服灯光什么的都比较用心 起码演员的脸色都不错 电视剧吗 做到演员养眼 剧情没有太大的漏洞 画面好看就行了 要求太多也不现实 这种剧的结局是个硬伤 Number 4 美人私放蔡柔 这江汉美光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出品的古装剧 该剧良心全指导 郑爽 马天瑜 蒋义 白鱼 吴奇江 愿穷丹等主演影评 网剧的画风 却没有网剧的剧情和演技 二爷的发型真是一言难尽 连也种得厉害 整部剧的服装和造型 都仿佛是十几年前拍的那种一样 说剧难听的还没有十几年的好看 郑爽的演技再一次刷低了底线 当初还有说中国版大长金 你确定韩国人不会告你诽谤吗 Number 5 青春期撞上更年期 是由北京华影圣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青春励志喜剧 很好指导 杜淳 马依丽和董璇等主演影评 该剧硬商是剧本 编剧水平三流 男女主角演技二流 配角可圈可点 看了十来几 实在看不下去了 看台湾偶像剧都没有这么难受 随意过火了 搂不住了 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完善 再开场和收场都让人纠结 老掉牙的桥段总是在剧情发展的关键时刻出现 该编剧跟石康等同行比就是贺勋生 真该心啊 回去练练再来吧 以上五部影视剧 他们有的在卫视收视率暴跌 有的没有达到卫视的预期 播出到一半就被下架 以上你看过几部呢 欢迎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